你和罗晶晶的生活环境差别很大 你一直仰视他 可是后来你是怎么说服自己 跨越这个障碍的 或者说 你后来是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 认为这个不再是障碍了 这个障碍永远都是存在的 这现在也还存在着 即使有一天保春场破了产 仅仅和我一样身无分文 但是我们的分别 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一个人从小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贫穷还是富有 长大后 就会在他的身上打上烙印 就像树的纹路 不管你后来怎么给他上色 怎么打磨 他都是不会改变的 小雨 谢谢你 谢谢你这顿丰盛的晚餐 我以前 特别不喜欢在这种下雨的晚上 我不能在屋子里待着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很冷清 我和你正相反 我觉得在这里面一个下雨的晚上 能待在这么一个为哪儿的屋子里 感觉很幸福 可惜啊 你的幸福马上就要溜走了 这顿饭很丰盛 但是不算完美 因为没有饭后甜点 甜点 我最喜欢的饭后甜点是冰淇淋 我明白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屋子了 好 我现在就去买 你开玩笑呢 他这么大的雨 算了 小雨 我记得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 我说得开玩笑 你还炫 有了这个 今天晚上 这灯饭就完美了 静静 我已经湿透了 你餵我呢 先吃冰淇淋吧 要不冰淇淋就化了 那你喂我 好 我喂你 好吃吗 你还需要跑 我不想吃冰淇淋 我吃冰淇淋 你免得美 我吃冰淇淋 你吃冰淇淋 这下子 这个 我吃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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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обнару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